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持續聚焦在這一場俄烏戰場上的最新戰況 俄羅斯在8月26號到27號向烏克蘭發動入侵以來是最大規模的 包括有飛彈還有無人機的這一波攻勢 重創了烏克蘭自己的能源設施 在昨天節目中我們幫觀眾朋友從頭到尾都看到了這些能源設施的被打擊 但是呢烏軍的逆襲在這個部分也有一個重大的斬獲了 我們看到的是烏克蘭的武裝部隊總司令塞爾斯基在8月27號表示 烏軍目前是已經佔領了在俄國當地庫斯克州 達到了1200多平方公里的這一塊土地 那另外還特別提到了目前一共是有894名的俄軍被俘虜了 烏軍這一場侵略行動好像看起來是很順利的 但是也根據了美國中情局前情報的分析師特別指出 烏軍在庫斯克的部隊已經被分割成了幾個部分 那麼他也特別提到了導致呢這個首尾是不能夠互相來做支援做援助的 我們看到烏軍的庫斯克這一役算是制殺性的一個行動嗎 會成為烏克蘭最後軍事力量的終結嗎 另外一頭因為庫斯克的戰役 根據了解莫斯科這一回是集掉了3萬多的軍力來做協防庫斯克 難道烏軍的吊虎離山策略到底算是成功了嗎 因為現在大家很擔心的就是說接下來會不會引爆核事故 所以現在根據了解是有3萬的俄軍已經做回防了 請大前委員來幫我們看 烏克蘭這一次的入侵庫斯克州的行動 究竟是不是一個自殺性的行動 那就要看後續的發展 不過我必須說這是一個很愚蠢的 就傷敵1萬自損2萬的行動 那麼現在最初期看起來這個烏克蘭似乎在庫斯克州大有斬獲 那是因為俄羅斯先前沒有想到西方國家跟美國會放手 讓烏克蘭入侵俄羅斯的領土 所以這顯然在這個情況之下 俄羅斯沿線的這個邊境的這個防備力量 當然就沒有這麼的嚴謹 所以當這個烏克蘭忽然之間迅雷不接耳耳的方式 入侵了這個庫斯克州 當然在短時間之內打了俄羅斯一個措手不及 那麼烏克蘭現在想用的策略很簡單 他就想用的就是攻敵之避救 就是我攻你避救之處你就必須要來回防 在我們歷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這樣 微味救灶這種案例 我用微味救灶的方式逼著你 在我烏克蘭境內的部隊必須抽調回來回防 但是俄羅斯其實我覺得普丁也不是個省油的燈 就是一般人當面臨到這樣的措手不及的入侵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當然應該是抽調主力部隊來回防 可是普丁沒有啊 普丁就任由的烏克蘭的部隊不斷的在 這個庫斯克州挺進 不斷的擴大他佔領的範圍 但是普丁卻沒有抽掉烏東的部隊回來 好像沒有太擔心 他現在的這三萬的軍力是在集結 俄羅斯內部的後備士這個後備的軍力 然後組成了三萬的部隊 然後再開始進行圍堵 那其實我認為普丁不愧是一個打仗的高手 因為他很清楚知道烏克蘭打的算盤 就是攻敵之必救嘛 那你攻進來了 我的部隊如果抽回來了 那烏東的這個戰線 這個烏克蘭就可以鬆口氣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時刻 就是普丁做事著庫斯克州 不斷的被這個烏克蘭的部隊挺進 但是他卻加大了在烏東的攻擊 他加大了在烏東攻擊的力量 他並沒有停止 那麼甚至你現在看到的是 他為了要報復這個烏克蘭採取這樣的行動 他現在對這個烏克蘭全進進行 全面的這個重點的大規模的打擊 打擊烏克蘭所有的能源系統 不管是用飛彈 不管是用這個空中的轟炸的方式 就全面要癱瘓烏克蘭 他要烏克蘭付出代價 甚至普丁在這個烏克蘭入侵庫斯克州 這個就前兩天的事情吧 入侵了之後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普丁就已經揚言了 說沒有和談的可能 你既然已經入侵了這個我的領土 我們就生死一戰 所以現階段看起來 那這個烏克蘭目前為止 在庫斯克州是有所斬獲 但是我必須講的是 我記得我也在這個節目講過 俄羅斯很大 你佔了1200多公里 平方公里那是怎樣 俄羅斯這麼大 我就是用這麼大的土地 吸納你的部隊佔領了 你有這麼多部隊去守住嗎 你有這麼多攻勢可以去鞏固嗎 那你沒有鞏固 你攻進來 你最後還是會被我趕出去 但是我在烏東的同時 當你用這個重兵精銳部隊 入侵我俄羅斯的同時 你烏東就不可能化 還會有精銳部隊在那裡了 所以對這個俄羅斯來講 對普丁來說 他的算盤 目前我也終於看清楚了 因為先前大家都不曉得說 普丁為什麼做事不理呢 俄羅斯應該有足夠的力量擋住 為什麼不擋 後來終於現在看清楚了 他的目的很簡單 他知道烏克蘭攻敵之必救 那我也來攻敵之必救 我就狂攻你的烏東 我猛烘你的烏克蘭境內所有的設施 那你到底這個部隊是救還是不救呢 所以最後打下去 烏克蘭進入庫斯克之後 這支部隊應該會很尷尬 他究竟應該繼續往前挺進呢 他還是要回防 他究竟應該走哪一條路 現在我覺得就是在烏克蘭自己的選擇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說 美國跟北約國家 做事烏克蘭做這件事情 是他們在玩火 這是他們自殺性的決定 他們一再的在考驗普丁最後的耐性 甚至澤洛斯基今天要求說 要求美國跟西方國家同意 他用長城的飛彈去攻擊俄羅斯境內 這個拉斯羅夫俄羅斯的官員就已經說了 如果你做這件事情 就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且絕對不會只在歐洲 他這句話是講給誰聽的 就是講給美國聽的 那美國為什麼要幹這件事 很簡單 因為民主黨想贏 民主黨換了Harris之後 如果烏克蘭這一戰在選前就敗了 那麼這個民主黨不要選了 所以民主黨為了自己的選情 拜登為了他自己政黨的選情 他寧願犧牲其他國家都在所不惜 放手讓烏克蘭進入俄羅斯 所以我才說這樣的一個做法 現在最尷尬的應該是烏克蘭 那我們就接下來看看吧 烏克蘭最後的選擇 是要繼續在這個廣大的俄羅斯領土裡頭 繼續遊玩 還是要想辦法把他的部隊抽回來 回防他必救之地呢 好 所以我們看到說俄羅斯的部分 我們剛剛提到說 他可能有掉這個三萬多的兵力 回到庫斯克這邊做回防 但是這個兵力現在了解 可能就不是來自於烏東地區 剛剛委員特別提到的是 這些後備軍去回到庫斯克這個地方 之所以俄羅斯還是會 有一些緊張的原因 就是因為庫斯克州 現在可能出現的是 來自媒體的報導 說有核威脅和事故的風險 這是來自於國際原子能機構 在視察庫斯克的核電站之後 特別指出的 他說看到了附近活躍的這些軍事行動 引發了核電站安全的擔憂 因此現在機構會和二方 一起來共同分析形勢 避免事故因此而擴大 我們說假設 如果庫斯克真的出現核事故 那麼責任應該在誰身上 大家也開始回覆到 過去曾經有過這個 車諾比的核災 這件事情可以跟車諾比來相比並論嗎 中老師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想今天現場兩位男性來賓 應該都付過兵力嘛 這邊就請教幹哥 如果你是部隊指揮官 你會下令你的部隊攻打核電場嗎 絕對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得不償失 對 哪邊得不償失 因為你傷了對方 但是你也會傷到自己 而且這是最不人道的攻擊方式 這個就是我們要討論的 那大千雄呢 你會不會下令攻擊 不會 對 因為庫斯科州的核電網 如果出事了烏克蘭 也會受到波及 就這麼近啊 對 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攻打核電場 那引起核子事故 那攻方跟守方一樣倒楣嘛 對 更何況如果說 輻射線這些污染物件 隨著大氣或洋流飄散到各國去 會是萬國共罪 對 那再退一步講 就算你成功把核電場打下來 把它破壞了 你還有戰地政務 這個地方你還要管理 沒有電力怎麼過火 那既然如此 為什麼還有那麼多 攻擊核電場的消息呢 事實上我們要先界定 什麼叫核電場 像我們各位如果經過那個野柳 走那個二號公路 濱海公路 看到那個核電場 主要是白色的兩個反應爐嘛 對 那這個核電場只有那兩個反應爐嗎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有 有啊 副屬設施 對 副屬設施 比如說員工宿舍 辦公大樓 還有教育訓練中心 還有這個 台電在那邊還有一個展示館 讓民眾開放參觀 那 事實上呢 這樣的傳聞 從俄武戰爭以來已經出現很多次了 對 俄武戰爭剛開展的時候 首先是2022年2月 當時的車諾比核電場被俄軍攻陷 不過那已經停譯了 只是一個 基本的一個場區已經停譯了 好 那再來是2022年3月 號稱歐洲最大 發電功率最大的這個雜坡樓和核電場 也被俄軍攻打下來 當時這個烏克蘭方就指控啊 俄軍攻打核電場 那後來我查詢了這個 俄羅斯的官方通訊社 他發布的新聞是這樣講 他說有小部分的烏克蘭軍隊 躲在場區周圍的那個教育訓練大樓 就是辦公樓 對俄軍在攻擊 那俄軍姊妹他們 然後引起那個辦公樓的活動 火災已經撲滅了 所以說 攻打核電場 並不是攻打核印 這個所謂的核子反應爐 而是周遭廠區 了解 所以這必須比較有所謂 因為不可能笨到這個地步 那進一步講呢 這個 也有栽贓的事情 因為 二無雙方都有互相指控對方 這個攻擊核電場 那有根據國際財核單位的這個消息說 在 處放核廢料的這個廠庫外圍呢 有受到無人機攻擊或炮爛轟炸 至於哪一方動手呢 俄羅斯指控烏克蘭 烏克蘭指控俄羅斯 這都不排除 因為有可能藉由攻擊核電場 那影響輿論 來讓這個對方難堪 所以這也是一種這個認知作戰 最後一點就是說 我們很多二無戰爭都是小刀消息 比如說網路攝取一個貼文就講得很大 事實上呢 完全都查不到它的出處 那總的來說呢 這個也不排除有擦槍走火的可能 比如說無人機失控或飛彈打偏 但是呢 因為國際原子能總署都已經下達引力監督 那二無雙方應該也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所以說基本上這樣的一個重大核災應該可以排除 但是還是要密切關注 特別是雙方有沒有可能故意殺傷對方來做認知作戰 塑造對方是不人道的 那違反國際核能安全的一個元兇 以上 是 好 除了可能是輿論戰之外 大家也要很擔心的是有沒有可能 這場戰爭如老師說的擦槍走火 這個核電的問題 我們持續要關心的是俄羅斯 它在發動它的激烈的攻勢的時候 烏軍的部分 澤倫斯基接下來的戰略 還有軍事的部署計劃又是什麼 這是來自於歐亞時報做的報導 8月26號這一天做的報導說 烏克蘭的武裝部隊空軍司令公開了一段錄影 原本是要紀念他們的知名飛官犧牲 然而卻無意中洩漏 也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 是說無意中洩漏出來F-16 目前戰機部署在烏克蘭西部的一個軍用的機場 另外來自於烏克蘭當地的媒體也做了報導說 澤倫斯基最新將會在9月的會議上 來向美國總統拜登提出一項勝利計劃 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勝利計劃的一些相關細節 這個計劃除了給拜登之外 也會給接下來的美國兩位的總統候選人 包括賀錦麗跟川普 所以第一個問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F-16現在曝光了 會不會成為接下來俄羅斯的攻擊重要目標 這是第一個 再來就是說 如何看入侵俄羅斯是勝利計劃的第一步嗎 王幹哥怎麼看 這個其實是烏克蘭的空軍英雄 空戰英雄 叫皮爾西契科夫 他在一年前殉職了 所以說他等於是烏克蘭人民心中的英雄 那8月25號正好滿一周年 所以烏克蘭的司令他們就發布了一段影片說 我們在紀念這個果汁同志 什麼叫果汁同志 他的綽號叫果汁 果汁 為什麼他叫果汁 Juice 他為什麼叫果汁 因為他在美國受訓的時候 飛雪人只要不飛的時候 大家就放鬆的時候喝酒 他說我不要喝酒我要喝果汁 我喝果汁還喝得比你們多這樣子 不要再灌我了 這是一個小故事 但是他已經去世了 那他去世了呢 在這個8月25號的時候 那個哲羅斯基有親自來 他就讓他媽媽 就是果汁的媽媽 坐上F16說 我們終於得到西方最先進的戰鬥機了 坐上去代表你兒子的英勇 我們在這邊向你致敬 但是問題是你知道 他們在拍攝那個影片的時候 所有基地後方 他當然沒有對著基地拍 可是後面的建築物 通通已經被俄羅斯衛星掃到了 已經知道這個地方在哪裡 這個地方在烏克蘭西部的 科洛米亞基地 這是故意的嗎還是 不是故意的 是不小心的 因為他們已經避開重要設施 但是已經被鎖定 就代表說我們已經知道 西方給你的F16 大家知道 荷蘭的F16已經抵達了 挪威 比利時 丹麥三個國家 北歐四小國 總共要給烏克蘭90架F16 當然不是一次 就是說可能他要在一年半之內會慢慢給 對 戰爭能不能打到那個時候 我們不知道 只知道說你現在已經讓我鎖定 科洛米亞這個基地 原來就是你們 倭藏F16的地方 那以後俄羅斯的匕首 超高音速 高超音速飛彈 它就可以直接來攻擊這個地方 而且傳說已經擊毀了兩架 因為科洛米亞這個基地 它有個優勢你知道 它距離夠遠 它在那個 就距離前線 俄羅斯的前線 至少還有200公里 夠遠 就是說你普通你不太打得到 你沒有鎖定的話 你用高精準飛彈攻擊的話 根本沒有意義 所以它夠遠 而且它的敞篷 它的飛機的保護措施做得最好 是烏克蘭重要的基地 那現在你都已經讓人家鎖定了 就是因為你這個錄影帶跑出來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看 有時候你要宣傳 其實你要看 這個都一定是宣傳 因為哲羅斯基最厲害的地方 最擅長的就是宣傳 他可以把這個事情提升名氣 就是說我今天在紀念這個英雄的時候 大家來看我們的士氣很高昂 但不是這樣 你知道摄爾斯基 烏克蘭的總司令 他27號他終於承認了 我們想把軍隊移 就是說把俄羅斯軍隊移開 不要再烏東頓內次 繼續包圍 烏東其實 烏克蘭一直沒有辦法突破 想要轉戰到西方的庫斯克 把那個注意力給轉過來 但事實上這個計畫他承認 摄爾斯基說失敗了 那失敗了之後現在怎麼辦 那哲羅斯基他就提出一個叫勝利計畫 勝利計畫 勝利計畫是什麼 勝利計畫就是 9月初的時候他就要向拜登提交 他說因為我們不知道 接下來究竟是川普還是賀錦麗當選 但是這個勝利計畫依然有用 勝利計畫是什麼 四部分 第一 我繼續對庫爾斯克施加壓力 因為我們在這邊成功了 讓全世界都看到我們 這是他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他就是說 他要求美國 什麼國家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美國 美國你怎麼看待烏克蘭在戰後 在這個世界上的戰略地位 我的戰略地位究竟是多麼重要 其實有要討 也有放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 什倫斯基這個是外交辭令 第三就是 迫使俄羅斯以外交談判 這方式來上談判桌 為什麼 因為我的勝利計畫裡面 也包括這個部分 第四個部分就是 在經濟層面上面 他說如果說俄羅斯 你再打下去 你的經濟損失會有多少 我們烏克蘭一定會針對你的 重要的經濟目標 再繼續發動攻擊 他要提交了這份 這個計畫給拜登 讓他看看他的計畫 是不是真正能夠達成 而且能夠讓北約各國 也支持這個計畫 好再來我們來看到俄烏的戰場 現在在庫斯克的最新戰況到哪裡 烏克蘭的軍事管理局 9月18號才說 俄羅斯原本致力要反攻的 希望能夠躲回庫斯克地區 但是在烏軍強烈的抵抗之下 他說俄軍現在他的攻勢 已經停止了 好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來看到這一位 是俄羅斯方面怎麼說 車程的阿赫馬特特種部隊的指揮官 他出來打臉烏克蘭的說法了 指揮官說什麼 他宣布說俄軍現在已經收復了 庫斯克州當地的尼古拉 耶沃裡面的兩個村莊 在地圖上我們特別帶你來看到 這兩座村莊其實距離烏克蘭 當初進入庫斯克的攻勢發起線 只有大約15公里左右的一個距離 其實是相當近了 所以我們看到接下來 俄軍就會以此為據點 持續地進攻烏軍的後勤枢紐 這個地方叫做史維德里科沃 我們才說烏克蘭剛剛說 我們已經擊退了俄軍 現在傳出俄軍已經打到烏克蘭的 補給的庫斯克的枢紐了 到底怎麼回事 庫斯克的補給遭受威脅 那麼烏軍接下來還撐得下去嗎 文賢老師怎麼看 我看其實這場這個烏俄戰爭 在這地方已經凸顯到一個狀況 就是在堅持在這個 所謂的這個庫斯克裡面 發動這個所謂的攻防戰 那烏克蘭當然在這個庫斯克裡面 他大概要去鞏固他的戰線 來防止這個俄軍的進一步的推進 那俄羅斯呢 他是希望能夠奪回 這個庫斯克的一個戰略據點 那我就想到一個故事 就是三國演義 那時候不是叫那個誰 那個馬術去守接庭嗎 結果馬術就跑到制高點 他認為說制高點 他取到制高點之後 他可以控制整個接庭 結果沒想到 這個司馬儀就在這個接庭下面 把他在那裡圍住 但會做什麼 他就把他的補給鏈給切斷 你這刀就淡盡良緣 他們就後來這個馬術就跑回來炒 跑回來這個蜀漢這邊 然後後來就是 諸葵娘就是怎麼樣 就是灰 就斬馬術 灰類斬馬術 那當然 其實這個地方 重點是在哪裡 是他的補給線 如果說今天這個烏克蘭 他沒有好好去鞏固他的這個 不管是這個庫斯克 或是他的補給線的話 那這個戰士非常難打 因為畢竟他是陷入敵體 對 進入敵體 你知道嗎 他這個敵體是多難 攻是當然 攻當然是不容易 但是守是更困難 這個是我覺得是 走得捨不住 其實這次跟烏克戰爭 是我會繼續做一個長久戰 跟消耗戰 是個很重要的分水嶺 那當然 其實這個部分走得捨不住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本身 其實烏克蘭打到這麼久的時間 那顯得一件就是靠美國 跟外部的支持 那當然其實美國 他一直在支持這個事 當然北約也在支持這個事情 所以讓烏克蘭有底氣繼續來打 甚至還把他打到台灣 伸入敵體去了 但是那就俄羅斯的話 我覺得俄羅斯現在打到現在為止 他其實我覺得有點疲乏了 那批乏是不是有益還是無益的 那如果有益的 那就是要持久消耗戰 就幫你磨到最後 我覺得他是有跟 如果這樣就 就跟我們之前這個所謂的日華戰爭一樣 七年抗戰 中日戰爭七年 就八年抗戰 八年抗戰 那其實會拖這麼久就是 日軍 就是這個蔣介石 他就是要你長久跟消耗戰 來消耗 來消耗你的這個日本 那相對的 如果說今天 這個烏克蘭呢 或是說他沒法去撐 最後就會被這個俄羅斯給消耗掉 給磨掉 最後這生意屬於這個俄羅斯的 但是俄羅斯他現在還有一個 面臨一個外部的問題 我們記得在2002年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集安組織 他跟幾個這個周邊國家 記得其實這六個國家 有簽了一個所謂的協議 但實際上現在好像有點分崩離析了 為什麼來自於 因為他沒有要去得到這個烏克 這個俄羅斯的一個 一個資助 那他們就是好像也另外要去 就是投靠北約美國 那這樣我覺得呢 其實實時此刻對這個俄羅斯 是非常的一個困難 因為畢竟他除了要去打這個烏克蘭之外 他其實他還要去鞏固的這個盟友 所以我覺得這場戰最重要還是第一個 雙方看誰的底氣夠 然後此外之外還有外部的支持的力道如何 是好 老師帶我們看到雙方 接下來看誰的底氣比較夠 其實烏克蘭現在要注意的就是他的補給線 剛剛我們除了提到這個庫斯克之外 在俄羅斯境內 還有就是紅軍村 那我們也持續看到現在俄羅斯 他的攻勢又到哪裡了 這是來自於美國智庫做的一個研究 他說普丁不只是下令俄軍要在10月奪回庫斯克 還要求俄羅斯的軍隊要在10月30日之前 在烏克蘭還有俄羅斯這邊監壤的邊境周上 建立一個緩衝區 想辦法將烏克蘭他的攻勢火力 推到距離俄羅斯領土更遠的一個地方 目前在庫斯克也帶觀眾朋友瞭解 俄羅斯現在兵力大約是3.7萬人 那在烏克蘭的部分是2萬人 所以其實沒有多太多的人 大約這個兵力約兩倍左右而已 那麼如果普丁要完成他的命令 也就是說要建一個緩衝區的話 現在也做了一個預估至少要有烏軍的5倍的軍力 才可以達到要建緩衝區 但是現在兵力只有這樣能夠完成嗎 議員怎麼看 其實相對來說是面臨比較大的挑戰 那這也可以從普丁的一個發言 以及他所宣告的日期可見一般 因為比較早期的時候 大約半個月前他其實要求的是 俄羅斯要在10月1號之前 就奪回所有的被佔領地區 但是現在這已經拖到10月30號 那為什麼就是確實發現 過程當中是比較困難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就現有的軍力跟兵力的配置 不過還是要先強調 就是下面的這些分析 就是這個美國的戰爭研究所 智庫裡面所做的分析報導 就是根據兵力上來評估 智庫認為至少要有5倍的軍力 俄軍才有可能獲勝 那麼現在所公開出來的兵力的計算 俄羅斯頂多是烏克蘭軍隊的1.5倍 那但是兵力也不是絕對的事情 因為可能也包含了其他士氣的影響 然後或者是戰爭這個一個實際上 技術的一個狀況 所以是否真的要5倍 不知道 不過客觀的現實是一些基礎設施的損壞 那這就導致了對於俄軍來說的後勤補給的困難 以及深入的一個困難 因為先前我們就在探討說 這個烏克蘭過去之後怎麼會去炸橋呢 它炸橋很明顯是一個手勢 就是幹嘛呢 就是讓俄軍不要過來 那可是先前的一些比較奇奇怪怪的媒體就會講 你看這個烏克蘭印象就要進攻了 馬上殺到莫斯科了 但這個就完全是錯誤的說法 因為很明顯的他就只不過想要佔領 目前這個佔領庫斯科的這個一亩三分地 那確實炸毀了這些橋樑之後呢 那也導致俄羅斯軍的一些補給跟增援 造成一些時間跟成本上的一些困難 反攻的時候他可能需要繞路啊 然後他的複雜性啊 也都會有所增加 而且呢 報導也指出了俄羅斯軍隊啊 在戰爭中就在這個地方 也面臨了彈藥炮火的供應相關問題 都影響了他的一些進攻的速度和效率 那麼再來一個呢就是說 國際的支持啊 或者是所謂的雙方政治人物的一些 心理的支持跟喊話 所以就目前來看 拋開這個智庫純粹的 是對於俄羅斯軍隊比較悲觀影響 但是如果我們純粹從普丁他的一個時間 上面的一個拖延也可想而知 就確實在這一個地方的戰爭靜態 確實可能遇到了一些挑戰 好今天專家都幫我們特別看到 這個兩國在打仗的時候 盟友的支持度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要來看到一個國家 就是印度它到底是支持哪一邊 還是它兩邊都壓 這是來自於路透社的報導 說印度的國營軍火企業 持續的像歐洲國家這三個國家 意大利西班牙捷克出售它的炮彈 這當中有三款的炮彈畫面上我們看到 那最後這些炮彈再轉賣到烏克蘭去 那儘管俄國的外長7月份 已經跟印度的外長蘇傑森抗議了 就是對於這件事情他非常的不滿 但是印度還是持續做 並沒有阻止這一件運輸的整個過程 海關數據也特別看到了 2022年的2月到2024年7月 將近差不多一年半兩年的時間 印度三大軍火製造商 這包括了比較知名的 像是印度軍火公司在內 已經生產了價值一億多 美元的彈藥都被賣到烏克蘭 從歐洲再到烏克蘭去 印度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態度上 俄羅斯已經說很不滿意了 但是他還是默許這些大量的彈藥賣到烏克蘭 他是想要兩邊都壓寶嗎 莫迪到底在玩什麼地緣政治的手法 紀文哥怎麼看 其實印度莫迪在國際上 玩地緣政治玩得如火純青 特別是過去兩個月 其實他在俄烏兩邊 其實他都相互訪問 然後他是完全沒有違和感 特別是我們都知道 莫迪他第三度連任以後 他首訪的國家是哪裡 就是莫斯科 和普丁握手 然後談雙方兩國的關係 如何深化等等 但很有意思 在八月底的時候 莫迪訪問了基輔 大家還記得當時國際媒體拍的一個畫面 莫迪和哲連是兩人勾肩搭配一副疙好的樣子 又來了 因此莫迪在支持俄羅斯還是支付烏克蘭 我認為並非 莫迪支持是印度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把這個彈藥轉賣到烏克蘭 只是他獲取最大利益的手法 因為他知道對此俄羅斯除了生氣以外 對他莫可奈何 特別是俄羅斯目前在國際之間 處於一個孤立的狀況 因此如何穩住印度 特別印度是俄羅斯這個主要的軍火市場 那另外這個美國對於印度 大量購買俄羅斯的這個能源 也莫可奈何 因為美國印太戰略 少了印度印太戰略 也沒辦法順利推動 所以在這麼好的格局之下 印度當然是遊刃友誼 積極發揮他場 好這一節我們來關心的是俄烏戰場 先來看到在頓巴斯地區的烏克蘭斯克 這是位在烏東頓內茨克的城鎮 我們來看到是根據俄羅斯當地的新聞媒體 報導說俄軍是已經完全控制住了 烏克蘭斯克這個地區 並且向西持續推進 試圖佔領整個頓巴斯地區 軍事專欄這個是熊熊點兵 也特別表示說 烏克蘭斯克如果真的失守 那麼接下來烏軍紅軍村的戰線 將會進一步告尾 先帶大家快速認識 位在這個烏東地區頓內茨克的 烏克蘭斯克的城鎮 暫前的人口數是達到了一萬兩千兩百人 南北最長我們來看到兩千四百米 那東西寬的部分是達到了兩千米左右 東部城區大部分都是可以看到是高層的建築 西部則是工礦區 至高點為在最西側的礦渣山 我們持續來看到是現在呢 夏季公事接近尾聲了 俄軍推進紅軍村的泰式 賴老師來一次幫我們解讀 看到這個烏克蘭斯克 是這樣子 因為烏克蘭斯克這個地方 我們一般來講簡稱為紅軍城 你剛剛有跟大家介紹了 它就是一個紅軍城 那由於它是一個最重要的戰略的枢紐點 我們叫做五路一鐵 五條公路一個鐵路 所以它交通四通八達 那如果你把它拿下來的時候 你的部隊的推進就非常的便利 你的後勤補給的運送 部隊的往前推 後勤補給往上推就非常的容易 因此對於烏克蘭來說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 一定要守住 這也是讓它的部隊 往前推進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補給的一個補給戰 例如說不管是人員的運輸 或者是武器彈藥的運輸 或者是後送 都要透過這個補給戰 過去有四五萬多人在裡面 所以是比較大的一個 在歐洲我們一般來講 四五萬人就是一個小城市了 在我們台灣人口比較密集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是一個大一點的象征 可是在歐洲我們通常就會說 它是一個城市了 因為五萬人就是構成一個城市 所以它是六萬多人 那因此從2014年以來 就是俄烏衝突開始 那俄烏衝衝突是2014年就發生了 尤其是跟頓列斯克的衝突 事實上是2014年就發生 在北約的援助下 烏克蘭在這個地方 建立了很多道的防線 因為他知道這個防線 這個戰略要地一定要守住 所以它的防線是越來越大的 目前來講是被攻下了三道防線 所以俄軍一方面 再繼續從正面壓迫它 二方面從北邊跟南邊的 幾個防線的一個城鎮 也一直在打下來 所以已經形成了一個包圍圈 是越來越緊 那目前來說如果假設這幾個月 或是在冬季來之前 這一個紅軍城被打下來的話 烏克蘭的整個戰勢就會逆轉了 也就是說它就撐不住 頂不住這個部分 就要往後撤 那你往後撤的時候 就會很有可能 就會讓俄軍 開始開始往這個地內泊 城這個地方 來去攻擊 甚至往北推到這個哈爾科夫 因為哈爾科夫 俄國現在目前的打法很保守 也就是說它如果沒有切斷它的這個 跟紅軍城的連結線之前 因為這個城市是烏克蘭的大城市 它避免犯上次的錯誤 所以它這一次打的是 慢慢的慢慢的縮小包圍 所以它是從俄羅斯的周邊來打 打得很慢 可是這個紅軍城如果一打下來的話 對於南部對於西部 對我講的是俄軍來說 對南部對西部跟對北部 它就處於一個比較有力的一個態勢 就是澤林斯基的焦慮緊張 希望美國放鬆對於他的武器的使用 也就在於紅軍城如果在大選之前被打下來 這個對拜登來說 對民主黨來講是一個重大的挫敗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目前來講對澤林斯基對棘手的一個地方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澤林斯基 現在持續的很緊盯在紅軍村的部分之外 其實澤林斯基最近也定出他的這個勝利計劃 而且還說這個完成度已經到達九成以上了 這一份計劃裡面提到幾個重要的事情 包括在庫斯克的入侵之外 還有說烏克蘭參與全球安全基礎設施的建立 跟經濟的一些外交議題等等 接下來希望能夠透過外交手段施壓俄羅斯 能夠結束戰爭 那美國的國務院發言人米勒也說了 國務卿布林肯非常認同澤林斯基的計劃 而且認為是可行的 接下來澤林斯基他還打算見總統拜登賀行李川普 委員怎麼看這項計劃 烏克蘭的悲劇最主要的原因 他們選了一個很會演總統的人 不是一個很會當總統的人 當總統就知道說他在做什麼 什麼事情對他國家是有利的 但是一個很會演總統的人 他隨時就可以演出一出 讓你覺得很完美的劇本 然後講了一些他自己很開心的 他以為攝影棚拍一拍就可以了 沒有錯啦 澤林斯基每一次在電視上出現的畫面 他那個精確度那個精美的程度 比那個普丁出現在電視上的畫面 普丁就是一個很差的這種電視演員 可是在做總統這方面 澤林斯基很顯然是遠遠輸給普丁 他今天提了所謂的勝利的計劃 當作笑話吧 他說讓烏克蘭參加一個全球安全基礎設施 然後透過外交各種手段 就可以壓迫俄羅斯取得最後的勝利 他們兩位都有軍事情願 聽到這個我覺得他們只能偷偷的笑 什麼叫全球安全基礎設施 你也說來聽聽吧 什麼叫做你烏克蘭參加這個以後 就能夠突然之間武功倍增 可以擊退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隊 是這樣子嗎 然後他說在他這個勝利計劃 他們攻進庫爾斯克 就是這個勝利計劃的一部分 全世界所有的軍事專家都覺得這是一個悲劇 這是一個錯誤的戰略 這是一個很不理想的戰術 你的兩萬多的烏克蘭的士兵 包括僱傭兵 可能就在冬天會再凍死 餓死在庫爾斯克 可是他覺得這是他勝利計劃的一部分 不是他腦筋有問題就是我們大家腦筋有問題 所以對於這樣一個腦筋有問題的一個總統 每一每俠指揮亂指揮 包括在今年年初跟去年年底 他派兵渡過地內薄河 在南邊的時候 我大反攻他忘了一件事情 軍隊過去了以後補給怎麼運過河 他運過河完全沒準備 所以就眼睜睜地看他登岸的勇敢的烏克蘭士兵 一個一個死在俄羅斯的炮火底下 所以他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他覺得只要能夠在國際上崩升量 他就不斷地創造戲劇的劇本的主題 先剛開始說你給我坦克車我就能夠打贏 後來發現坦克車不行 你給我飛彈我就能夠打贏 飛彈也不行 接下來呢 你給我長程導彈可以打到俄羅斯 我就可以打贏 我今天無人機可以炸掉俄羅斯的軍火庫 我明天可以炸俄羅斯的軍機場 好像新聞每天都有 但是跟你的真正實質的戰爭的戰線有什麼關係 毫無關係耶 結果你的補給中心紛紛被癱瘓 你的能源設施也被癱瘓 然後剛才賴老師講的 就是說你的紅軍層被打下來就無險可守耶 你在頓巴斯的戰爭就結束了耶 那剩下的就要聽普丁啊 現在普丁根本沒有要停手 普丁沒有要他裡面講 相信普丁說 哎呀我要和平啊我可以隨時談判啊 普丁那個話你現在相信他的話你就重計了 他就基於上方啊 他的目標只有一個 要兼備所有烏克蘭的軍隊 把烏克蘭徹底的去軍事化 去北約化 這是他正在進行的工作 他怎麼可能鬆手呢 所以他現在提勝利計劃 我覺得應該改個名字叫悲哀計劃 好所以烏克蘭除了外部面臨他種種的壓力之外 他內部其實我們看到也面臨缺兵 而且這個戰線士兵的年齡越來越老 甚至往越來越年輕走 我們看到27歲的身兵年齡降到25歲 然後接下來又說60歲以下的男性都可以入伍 現在烏克蘭平均的這些士兵年齡大約是43歲 頓內刺客那邊的高階的軍官更是表示 很多士兵都超過50歲 但是他怎麼說 他說這樣子比年輕的士兵更有動力 請問張將軍您同意他這樣的話嗎 我認為他這一方面是一個心理提振的一個作用 他有考量在這一方面 如果50歲會比年輕的士兵更有動力 以後我們兵役制度都要改了 不是20歲當兵 50歲再當兵 因為50歲會比20歲更有動力 你找那個沒有動力的當兵不可能 當然他這個旅長他一定要這麼來說 這個旅籍的經官他要這麼來說 他如果今天沒這麼說沒有這樣鼓舞士氣 我們知道他這跟實際上是有很大的差距 現在也可能靠這延遲上來為自己的軍隊 為自己的國家來做辯護了 因為已經打到這個地步了 如果現在講實話 反而是否定了當初 那就有時候不能再講實話了 我們知道現在烏克蘭他戰線是薄弱的 因為他貝多利芬 他的作戰地徑線那麼的長 這那麼的廣 他仍是擔保的 很容易被俄羅斯的軍隊突破 哪怕是哈爾科夫或者是巴赫姆特 或者是紅軍城 很容易就被俄軍突破 因為他戰線拉得太長 兵力又不夠 那靠火力來做彌補 所以他一直在向西方國家 甚至向美國要長城的攻擊武器 打他的後面的後勤設施 飛機場 油彈庫是這個樣子 換句話說他在這方面是要打後面 來讓俄羅斯的前線的軍隊 讓他的資重跟補擊後勤也受到困難 那我們來看一看烏克蘭他這一方面 有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他竟然講到50歲比年輕更有動力 為什麼流亡在海外的烏克蘭沒有回國 對 他如果是回國這是個指標性 都回來了 年輕人都回來了 甚至女生也回國了 投入作戰序列 這表示說烏克蘭他在這一方面的精神動員 是能夠這個我們叫做 幫他梳大拇指手去一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為什麼在前線還要成立戰場督戰隊 那成立戰場督戰隊 就有人他不想打仗 戰場督戰在後面就是要你向前衝 你這個時候不能向後腿 就是要去執行他的向前衝的命令 那有這個做戰場督戰隊 就是他戰況在線道交錯 是沒有辦法 就要靠戰場督戰隊來加強前線的官兵 不可以退卻 那第三個他的逃兵盛行 逃兵兩萬多還是還有更多這些逃兵 那今天他的烏克蘭主義 他非常愛他的國家 願意他為他的國家來效命 他幹什麼還要去逃兵 他暫時殺場 甚至我也看到影片 他寧可自殺他不上戰場 這個影片我也看過 那這樣子烏克蘭他是怎麼辦 最重要的是說 當初為何而戰 當初為誰而戰 當初是為了光復烏克蘭的司徒而戰 但是現在他沒有不但沒有光復 而且還丟掉了更多 那在我們講的亞素鋼鐵廠是一個指標 丟掉了 在一個巴赫伍特是一個指標 也丟掉了 現在最重要的指標是紅軍城 紅軍城可不可以守得住 如果紅軍軍城烏克蘭守不住 被俄羅斯手攻下 那就一野平川又下去了 表示說烏克蘭在前線的戰線 真的是守不住了 而且現在士兵的平均年齡都已經過大了 表示說他年輕的陣亡太多 以及沒有年輕的士兵來平衡他的年齡 那換句話說 這樣子他的後續戰力 年紀越來越大 戰力越來越薄弱 那窮小烏克蘭還有哪些底氣 除非一個條件 可以解決烏克蘭目前的困境 就是美國參戰 因為美國參戰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定會參戰 何況已經爆發了兩年八個月 美軍都沒有參戰 我們按照這個邏輯來看 美軍是不可能參戰的 要參戰找參戰 那現在唯一的解放 那也就是沒有解放了 所以我認為 烏克蘭在未來的整個戰局來看 是蠻困難的 想要反敗為勝 這方面的機率我認為不高 我們來關心到的是俄烏戰戰的最新戰況了 先來看到在烏克蘭部分 烏東的紅軍村目前在俄軍每日發動25次突襲的猛烈攻擊之下 紅軍村難道現在已經準備迎來最終的結局了嗎 因為現在的狀況實在是太危險了 我們來看到最新消息 目前紅軍村的外圍只剩下兩道的屏障了 從進攻紅軍村的這些部隊翻號 我們也來做了一個觀察軍力的部分 俄羅斯這一次一共是集結了 包括第27摩托化步兵師 114步旅還有第90戰車師 第5和第110的摩步旅 整合等於是達到了一整個軍的兵力都來參戰 我們看到現在俄軍集結了一整個軍 猛攻當地紅軍村會戰已經迎來最後的時刻了嗎 劍南哥怎麼看 首先我想現在就俄烏戰爭兩個 一個紅軍村一個庫爾斯克 這兩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講就是說整個俄羅斯 他已經主控權在俄羅斯手上 我們要看歷史上戰爭的兩軍的話 第一個會勝的部隊跟會打仗的部隊 那他是不在乎面子 只要理直 而沒有信心的部隊 不會打仗的部隊 他會只在乎面子不在乎理直 最簡單 國民黨跟共產黨兩個情形 第一個 國民黨在東北戰爭的時候 遼省會戰的時候 他一直守著長春 為什麼他要面子 長春是滿洲國的首都 所以他覺得我長春穩住 就表示東北沒有丟 但是共產黨已經把旁邊都那個了 所以最後呢 長春七十萬人二十五十六萬 很慘的 整個雕城敗敗了 那第二個來講呢 延安 毛澤東延安知道 胡東南的部隊過去了 他不要了 他延安就給你 然後他圍點打圓 你現在注意到 烏克蘭很在乎紅軍村 因為紅軍村在政治意義上 在上面上呢 他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俄羅斯他第一個 他的戰略就是這樣 我不在乎 然後他也補孫子兵法 跟毛澤東戰術 他弄得很熟 孫子兵法是怎麼樣 孫子兵法是 圍其三面開其一角 誓以深入使不奸戰 我圍你三個地方 我揉一個角 六個角讓你還有活路 你就不會拼命 你就不會拼命了 然後你就會變成進入角落機 這是孫子兵法講的戰術 另外第二個 毛澤東講的一句話 叫做得人失地 人地皆得 得地失人 人地皆失 我一定要保持有生力量 我就保持人 然後地呢 丟一丟什麼東西呢 沒有什麼關係 到時候我都會拿過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整個 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他需要宣傳 所以他很注重面子 但是呢 他人 雖然他說 俄羅斯死的人比他多 大家都可以看了 現在烏克蘭出來的 平均四十幾歲 就真的老人了嘛 而且倒是真兵 但是你看那個 俄羅斯的軍隊都二十幾歲 所以這個清晰法 所以這個仗呢 看起來 當然烏克蘭 要不要敗 能不能停戰 是美國在最後決定 所以紅軍村呢 就有點像那個延安一樣 他就是對他那個意義很大 他假的那個一丟 可是他又沒有毛澤東的那個本事啊 毛澤東我延安丟啊 然後我圍點打圓啊 我圍住 我就圍住你這個 我讓外面來 我一個個消滅 我不跟你那個 但是他沒有這個本事 但是俄羅斯呢 他現在到航前 他現在庫爾科就是圍點打圓 我圍著這個 我也不給你弄 一下拿下來 但是我讓你的援軍進啊 我一個個給你消滅掉 所以在這個來講 我們在BG來講 就是說整個我們看了 當然兩邊都很大 兩邊都有妻兒父母了 所以死掉都很可憐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就是說 死的冤枉跟死的 死的還算還算值錢值得了 這個來看的話 烏克蘭是比較讓人感覺到 蠻難過的 希望這個民進黨都好好看看 烏克蘭的下場 所以好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兩個戰場 一個在庫斯克 一個是在紅軍村 庫斯克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來深入 來了解當地現在目前的狀況 先來繼續看 紅軍村目前的狀況 剛剛說了 現在烏克蘭的部分非常的危急 那其實高層 烏克蘭的軍官的高層 是不願意放棄的 為什麼這麼說 這是來自於烏軍的前線官兵 他向西方的媒體 BBC做了一個告狀 他說 烏克蘭的領導階層 想要不計一切代價 要守住紅軍村周邊的陣地 而且是不肯收縮防線的 現在烏軍則損大量的部隊跟資源 紅軍村的狀況其實也讓人聯想到 在2023年 當時發生的這一場 巴赫姆特絞肉機 當時烏克蘭將大量他的新兵 還有設備都送到 巴赫姆特做交戰 結果當時俄軍採用的是大量的火炮戰 消耗烏克蘭當時的有生力量 其實雙方都死傷非常的慘重 預估當時的死傷人數已經高達了2萬人以上 有了這樣子的經驗 為什麼烏克蘭這一次還是不肯收縮防線 不怕部隊被包圍殲滅嗎 會不會是高層跟這些下面的士兵有不同的意見 巴赫姆特絞肉機 耗垮烏軍的有生力量嗎 怎麼看這件事情 謝大使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折倫斯基 除了要對烏克蘭軍隊負責之外 他承受拜登總統壓力也很強 拜登一直要把他撐在那個地方 所以不要影響美國現在大選的選情 烏克蘭戰場不能夠有所閃失 有這種烏軍明顯的被擊敗 或者說遭到重大殲滅的事情 所以再怎麼樣要撐在那個地方 當然烏軍撐得蠻辛苦的 第一個彈藥也不夠 人員也不夠 然後國際的資源也是口惠而實不至 不過也不錯 前一陣子就是說前兩個禮拜 布林肯帶著英國的外長 衝衝趕到基輔 然後當場又給了7.1億美金的現金 就交給這個折倫斯基 要他好好打 要不然你撐不住的話 那拜登跟賀錦麗的選情 一定受到負面的打擊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他也現在美國就變成就是說 也在繼續再怎麼樣 支撐烏克蘭 尤其是折倫斯基他們這個心理的狀態 讓他士氣不要垮 就玩一個什麼呢 就是說我正在考慮 要不要把我援助你的這種武器 長城攻擊武器 我放寬你使用範圍 去攻擊俄羅斯的本土 那也是說啦 你看這件事談了多久了 談了快兩個禮拜了 對 你看看有沒有一個長城的 不管是這個風暴之影 英國法國核制 還是美國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戰術 戰術 陸軍戰術飛彈 對 都是可以打到 300到500公里的這種 長城的這種 火箭 就是說這個 導彈系統 怎麼到現在一顆都沒打 那我覺得基本上就是在 就是說在玩弄這個 折倫斯基吊著他口味 我正在考慮 那個拜登在記者當正面堵著他 他要上飛機堵著他 拜登 拜登講了一句話 他說 We are working it out 我們正在要把這個事情 設法解決 你看搞了兩個禮拜 對 那戰場上 只要你不愧 我覺得的話就變成就是說 美國跟這個北約 基本上就是把你撐在那個地方 你那個不管是葉克摩 還是什麼 什麼 強心針 他就一直把你撐在那個地方 撐到什麼時候 撐到11月5號 撐到11月5號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這些烏軍 尤其在紅軍城的這些 炮灰 我覺得他們已經受不了了 對 那所以就向BBC去告狀 不過我覺得他會撐在那個地方 不過這個就變成就是說 指揮 指揮方面都希望要撐到的地方 可是在前線的官兵 對 到時候會不會全線潰敗 有大批的頭層 大批的這個繳械 這就不知道 如果發生這個的話 我想的話 那個澤倫斯基 最近要去美國的話 會可能會當面被這個拜登 這個嚴重警告跟聲刺 對不對 沒辦好事 你知道 在戰場上 沒有照我的意思 打出一個像樣的結果 居然還給我 還給我敗軍 好觀眾朋友我們今天來看到 俄烏戰爭現在最前線 今天要來關心 持續是兩個戰場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 第一個戰場 是在俄羅斯 針對修復庫斯克的地區 大家持續的關心 現在的進度如何了 他們是說呢 現在的努力呢 是沒有任何的白費的 這個地區我們來看到 俄軍持續的集結兵力 向烏軍發起了目前為止 最大規模的一次反攻 那麼根據了解呢 俄軍在庫斯克 短短48小時的時間而已 我們看到 他是一共推進了 3000米的一個距離 重新躲回了近 20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個師徒 還一舉就把切斷了 烏軍的重要補給線 現在烏軍根據了解 已經不得不做出 這邊說是一個 最壞的打算 剛剛說我們要關心兩個戰場 第二個 我們來看到在烏克蘭的境內了 現在領土的部分如何 俄國的國防部 現在在14日也說了 俄軍在烏克蘭的東部 持續的挺進 現在佔領了一個距離後勤的枢紐 也就是波克羅夫斯克 已經不到30公里的村莊了 在波夫羅夫斯克作戰的一名 烏克蘭士兵還爆料他說 烏軍領導臣要求了 不惜代價 怎麼樣就算俄軍持續的猛攻 他們都要守住當地的勝地 兩個戰場的現在最前線情緒 我們請呂建長來帶我們看 我們如果說看到現在實際上 庫斯克的狀況 我們可以發現這上面這張圖 其實是9月9號的圖 也就是大家認為說 烏克蘭它可以一路的深入到俄羅斯的境內 但是如果我們看最新的 也就是9月15號的這張圖 我們就會發現這個藍色的區域 也就是烏克蘭佔領的區域 少了非常多 這就是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48小時 推進了3公里的左右 而且它收回了200平方公里 也就是這一個部分的位置 那其實俄羅斯當它要硬打的時候 它就不是像之前一樣放個空城劑 它怎麼樣硬打呢 也就是說它會先用炸彈 把你的後路整個截斷 讓你的後面的支援部隊沒有辦法接上 當你沒有辦法接上的時候 接下來它就會再形成一個包圍圈 然後合圍這些部隊 這個是我們從庫斯克所看到的 那當然現在大家常常提到的 也就是我們談到的波克羅夫斯克 也就是紅軍村的部分 那大家紅軍村就是這個畫的 好像有尾巴的位置 那其實這裡一直都維持在4公里 但是它的圖形有很大的變化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9月14號的狀況 可是如果我們對比8月30號的狀況 8月30號還有很多黃色的區域 黃色的區域也就是俄羅斯說 他們正在交戰然後他們佔領了 但是烏克蘭不承認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裡幾乎全部推平 而且下面這邊就是我們上一次指出 這兩點的位置它為什麼要這樣做 大家認為說你要一路挺進啊 不 絕對不能一路挺進 一路挺進中間就會被截斷 所以俄羅斯的戰法就是慢慢的各角突出之後 然後它鞏固了陣地之後再把這個地方合圍 然後以一個面的向前面推進 那這個其實如果我們反寬 二次世界大戰也有類似這個狀況 我們看到這個突出步之意 突出步之意當初就是想要一路的向比利時打 那個打到安特衛普也就是領海城市的位置 那但是實際上來講推進並沒有這麼快 那推進沒有這麼快的部分 然後結果沒想到巴頓他的第三的那個美國第三軍 直接從後面截斷 那他從這邊截斷之後 德國當時的這個突出步 全部通通在這邊不是遭到殲滅 就是遭到被俘 那這是我們所看到的現象 那至於說現在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北約軍事委員會的主席鮑爾 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說其實現在 那個有關於武裝衝突法的部分 這個並不限於這個在於烏克蘭自己的領土 他們可以一路打到俄羅斯 但是看看普丁他做了什麼回應 普丁他說如果使用的是高精準度的 長距離的西方做的這一個武器的話 那這個也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哪裡完全不同 也就是現在只打烏克蘭 未來是還會使用傳統武器嗎 不知道只打烏克蘭嗎 也不會 所以我們這樣講 這個也就是現在的這一些北約國家 雖然他們心裡真的想要讓這個烏克蘭當代理人 不斷的向前挺進 然後消耗俄羅斯 但是實際上來講 俄羅斯提出核威澤的時候 沒有人敢前進一步 甚至包含美國在內 是好剛剛其實艦長帶我們看到兩個戰場 現在從艦長剛剛從地圖上我們看起來 確實兩個戰場都對烏克蘭不利 另外我們也特別提到說 北約的這一位軍事委員會的主席鮑爾 剛剛艦長也幫我們特別提到 他說這個打戰不只指於自己的國界而已 但是我們來看北約國家具體反應是怎麼樣 他們真的願意幫忙嗎 現在看到英國首相施凱爾 他在跟拜登會面之後 他還是沒有宣布說同意烏克蘭用西方的長城武器去打擊俄羅斯 反倒是怎麼說呢 英國尋求義大利的支持向烏克蘭來運送導彈 而且剛剛也看到了普丁非常的嚴厲警告說 你美國英國如果敢用烏克蘭的武器來打這個我們的話 等於就是用北約我們直接來向我們宣戰了 怎麼看接下來美國英國北約的台獨又會是如何 委員 這裡面是大家實力跟毅力的較勁 對於北約來講 他當然會講很多的正當化的理由 就是說烏克蘭用什麼樣的武器攻擊俄羅斯都是正當的 因為俄羅斯也是用各種武器來打烏克蘭 那現在差異子在於說 如果是烏克蘭用的是自己的武器 那當然沒有問題 如果烏克蘭用的是西方的武器 而且是西方的長城精準武器 比如說陸軍先進導彈 比如說風暴營 比如說海馬斯 或者甚至於更其他的所謂的戰斧導彈 那對於這個北約國家來講 就要面對一個雙方面的毅力的較勁 就是我普丁怎麼實踐我的諾言 如果你用武器打到我這邊 我視同你西方打我 這個理論架構已經宣示出來 那他如何反擊 如果反擊的話 你北約軍事委員會 你怎麼面對 這是北約必須要去處理的問題 好如果說這個普丁比較有節制 就直接用導彈還擊 然後打哪裡 打波蘭 打羅馬尼亞的美軍軍事基地 你怎麼回應 對 你是要北約就對俄羅斯宣戰嗎 要不要把戰爭打到這種程度 這個時候就看你北約這些國家 意志力到底有多堅強 如果你願意下場打這樣的戰爭的話 大概就無所謂了 如果你不願意下場打這個戰爭 那就考驗一下普丁是不是說話算話 這兩個是有差距的 比如前一段時間我們看到伊朗 哎呀說我一定要包覆以色列 包覆以色列 到目前為止幾乎是無疾而終 就表示說他的實力跟意志力 不足以撐住他所主張的一個戰略 或者是戰爭 但是對普丁你現在仔細評估 他願不願意為了你用歐洲的5G打他 他覺得這是開始要跟歐洲正式對抗了 然後就直接了當的攻擊 比如立陶宛 比如說波蘭 這個羅馬尼亞 那甚至於 如果你願意直接下場的話 二話不說 會不會把核子武器也搬出來 那沒有人知道 那你現在在歐洲當然有美國的核主器 但是數量還是遠少於俄羅斯部署在歐洲的核主器的數量 你要不要玩這麼大 現在對於歐洲國家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們對於波蘭這場戰爭 是採取很有限的 不想有太大的損失 因為你目前德國自己的軍隊 或者美軍在歐洲的駐紮的軍力 跟俄羅斯都不能比 那你要不要把美國在美國自己的軍力再調出來 要不要試試看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憑你這個德國加這個法國加英國 三國的實力跟俄羅斯打 似乎還有點距離 如果真的大家要用長城武器 你丟我我丟你 那大概還有點距離 所以我認為為什麼最近這個拜登或者是英國首相斯凱爾 他們面對這個問題採取的是退收的態度比較多 斯凱爾基本上是不熟悉 因為他是工會領袖出色 不熟悉這些國際外交 有時候話講太大還是要收回去了 拜登當然是在外交上面混很久的一個老將 他當然要去盤算 我跟普丁下這一盤棋 我到底可能下到什麼程度 或者我贏的機會有多少 他算一算萬里普丁跟你玩真的 如果普丁 那當然他贏了 萬里普丁沒有呢 直接就打波蘭邊境 一步一步打 看你敢不敢還手 你不敢還手你不自己認熟嗎 所以這裡面可能中方面的意志力的較勁 那打這個戰爭實力上俄羅斯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北約也沒有問題 那是不是要玩這麼大 那就看雙方面的政治毅力了 好我們看得到現在西方的態度確實 考量很多的因素確實比較保守 除了西方的態度比較保守之外 烏克蘭自己內部同樣也面臨一些些的困境 我們來看到他持續的因為缺兵嘛 已經打了將近三年的戰爭 現在要怎麼樣來補充他的兵力呢 他說要來吸引這些移民返回烏克蘭 但是我們看到波蘭的外長也提議說 應該要停發烏克蘭的一南難民的社會福利 這樣子他們就會回到自己的國家來打仗了嗎 現在其實呢 在國外的這些烏克蘭的士兵 大概100萬名當中就有30萬名是在波蘭 委員又怎麼看這件事情 波蘭當然要表演一種比較激進的角色 現在最有趣的就是 這個北約裡面窮國家都比較激進 然後比較有錢的國家比較溫和一點 看待這個問題 所以波蘭就是希望歐盟 你們不要再給這些烏克蘭難民這個簽證 不要給他們這個補助金 你們要把這些年輕的烏克蘭人 送到烏克蘭回去打仗吧 這是波蘭的想法 可是其他各國的想法 也會面對一些實際上的困難 很多適合這些兵役年齡的年輕人 基本上他到了歐洲各國 他們很懂的這些東西 就到大學裡面去註冊一個學位 或者到那個什麼去弄個學籍 那他學生的補助更多 這個時候你就面對一個風險 你要不要強迫這些學生回去當兵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烏克蘭現在內部 徵召的時候連大學生都不徵召 只有徵召什麼高職等等 還有大學生都不徵召 當然有人會批評 因為現在在烏克蘭內部念大學的 都是經濟狀況比較好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 家裡是公務員的比較多 所以他沒有去徵召這大學生來當兵 除非成績很差的大學生才會被抓去當兵 那你現在在歐洲國家有這麼多烏克蘭難民 都已經跑到學校裡面去登記了 那你能夠把它弄回去嗎 所以這裡面有實質上的政治上的難題 因為其他的尤其是德國 他可能不會戰爭這樣的看法 可是這裡面顯現是什麼 烏克蘭兵員已經逐漸浩劫 兵員逐漸浩劫就剛才我們艦長所講的 這個可能已經很難撐太久了 如果以上看法的話 因為你打仗沒有人 就是沒辦法一定要有人 不管做什麼工作 那烏克蘭這一場戰爭裡面 也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 就是這種高強度的戰爭 很多女兵上戰場 只是徒增犧牲 對於整個戰力提升不了太多 這個不是說 這個對女生的當兵有意見 事實上是現在的處境就是這樣子 當高強度的戰爭到一定程度 不是我們想像的 說可以在那邊按按鈕 或者打打鍵盤 操作一些高級的武器 它都是短兵相接的 短兵相接現在是烏克蘭最缺的一個戰力 一定要開這個戰車 要開這些戰鬥運兵車 這都高強度的作戰 這個是幾乎是以搏命的方式來演出 所以女兵在上面有時候經常會造成障礙 所以你從烏克蘭要調回去的兵 也是難生 所以這個對於波蘭這樣的建議 是有實際上的困擾 我覺得波蘭如果願意幫忙 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波蘭主動提供僱傭兵 對 把他的軍隊化妝成僱傭兵 直接送給烏克蘭 那試試看有多大的戰力 這比較實際 是 好 我們看到這一場戰爭打得 這個焦頭爛額 這個俄烏之間 那現在是不是有幾個國家 中國大陸 俄羅斯 朝鮮跟伊朗 是不是反西方的這個勢力 逐漸在這場戰爭的打得同時 逐漸崛起呢 為什麼會這麼說 我們先來看到幾件事情的發生 第一個是中俄之間的這個軍事合作 俄羅斯的軍隊9月份 派出了海空力量參加在中國 在日本還有這個 俄霍斯克海的相關海空域 舉行的這一場北部聯合2024演習 朝鮮的部分 他的部長呢 可能會出席的是在9月18號 到20號 在俄羅斯舉辦了這場歐亞的婦女論壇 好 這已經是第四屆的一個論壇了 所以以前也舉辦過 至於伊朗的部分 我們看到了 在美國衛星最近拍到 是俄羅斯的貨船疑似 從伊朗向俄羅斯 運送他的彈道飛彈 那麼近日又拍到說 伊朗發現他的革命衛隊 製造的火箭 成功將他的研究衛星 戰燃1號送入軌道了 這是伊朗今年第二次成功的 發射他的衛星 確實可以看到有這樣的趨勢嗎 開始這些國家開始反西方了 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是 最多也許是俄羅斯的想像跟希望 而且大部分 所謂的中俄朝一的合作反制西方 是西方的宣傳 因為中國大陸沒有這個戰略 當然中俄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是他支持 這是從地緣政治跟核武因素 再加上經濟能源 彼此都是互補 在俄烏戰爭之後 其實中俄的戰略合作關係 對中國的地緣政治 能源政治跟就是核武安全 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對 但是他不會希望被俄羅斯牽得走 那俄羅斯當然也是加強 就是你在東北亞裡面 針對這個朝鮮的這種軍事合作 他有當初戰場彈藥上的需求 因為朝鮮也許可以提供他一些 他的彈藥的庫長 那但是呢 也幫助朝鮮在彈道飛彈的這個技術 那這個當然也就是牽制美國 在北太平洋 也就是東北亞 特別是日本韓國的這樣一個作為 那在伊朗這邊呢 當然就是牽制美國在中東地區 可是中國大陸反而是促成 伊朗跟烏地阿拉伯沙特之間的和解建交 那你去特別的跟伊朗之間的所謂的合作 反制西方國家 反而會使得他跟其他的穆斯林國家之間 會有一些這個隔閡 因為本來他們之間的這種宗教派系的這個對抗 事實上是長達幾百年 好不容易在中國的觸合之下呢 有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但是呢如果說你要在俄羅斯的要求之下 你看到中俄伊朗 有開始在這兩三年做 就是在印度洋這邊 波斯灣這邊做所謂的戰略合作的演習 我覺得那是演習 而且它是比較防衛性的 回到剛才就是烏克蘭的問題 我覺得現階段 烏克蘭的問題所謂長城飛彈啊 或者是說爭兵啊 我基本上覺得是假議題 大家都在等11月5號誰當美國總統 如果今天是川普這些一切都是假議題 為什麼 因為川普自己在辯論的時候說 他如果當選會在11月5號1月20號之間 也就是總統當選人的身份 他要結束這個戰爭 換言之美國不會再幫烏克蘭 那問賀錦麗呢 賀錦麗說我要支持民主 這個說法其實大家就覺得 喊口號已經實在是很煩厭 那你怎麼支持民主 你怎麼支持烏克蘭打贏這場戰爭 現在所有人都不看好 戰場上也不看好 那美國的這些援助 川普就說我們已經援助了2500億美金 我查了一下應該沒有那麼多了 因為川普你也知道他喜歡誇張一點 但是他說歐洲國家只有援助1400億 也應該沒有那麼多了 但是呢感覺上就是歐洲國家居然只是美國的一半 他說這個戰爭不應該發生 不應該死那麼多人 不應該我們付大多數的錢 我們應該把它趕快的結束掉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現在 就是在這個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出來之前 雙方都在 俄烏雙方 都在爭取擴大自己有利的這個基礎 將來如果真的是美國採取怎麼樣的一個做法 就算賀錦麗 因為我覺得他也希望戰爭趕快結束 對 因為美國現在東岸的這些政治人物 你看反中反到什麼程度 趕快把俄烏雙戰爭結束 我們現在專注在反中上面吧 對不對 所以我的預測俄烏雙戰爭之後 中美對抗會加倍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襲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